大家好 我是湖宗的胡惟宗 又要說一句對不起 早日出了一段影片 超離地 還要吃一頓飯 有網民罵 不貴不介紹 所以今天要介紹一些便宜的協定 又來唐人街 又來唐人街 胡椒可粉的 今天在唐人街後面的街 這間益生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沖油泰哥和Youtube 曾經在這裡介紹過 和東蔭迪迪一起介紹 看看舊片會知道 但到了今天 跟我之前的影片 拍了一段時間 很多東西不同了 這間益生更健在 這裏有早餐食 也有一些 鴿麵包粒 大家都可以來光顧 食物種類都多 樓上有瓦座 看之前的影片都知道 而這條街 又多了一些新事物 大家一起看看 保證你說是貼地 通常大家的唐人街 都會去大街 這條橫街 大家較少去走 其實 真的挺有趣的 所謂有趣 首先這裏有一間 小型的酒店 兼咖啡店 酒店那一部分 未介紹過 但咖啡店 之前疫情當中 曾經進去 喝過吃過 介紹過 環境真的相當正 就是這間 因為介紹過 所以就不回兜了 然後見 這裏要說 這裏也是另一間益生 為何益生有兩間 一些家族生意之後分了家 這間也是鄧達志 很喜歡來幫助的一間 每逢早上 很多華僑會在這裏 一杯茶 一鍵包 聊聊天 聊聊聊 現在是否結束了 這裏將會用來做 SPA和按摩店 而它不是結束了 而是搬走了 搬到哪裏 搬到前面 再轉過去 搬到那裏 大家有時間 都不妨去探探 下次有Villiam來到 都可以去探探 和他們聊聊天 然後 繼續走 有幾間店舖 是這次我一定要拍的 這間幸福 幸運 吃的是什麼 吃的是雪糕 對呀 雪糕 哈哈 我未吃正餐 待會再來吃 然後旁邊這間 還抵死 究竟是什麼 雪糕店旁邊黏著的 財吉庫 福禄秀 原來這裏是一間酒吧 secret bar 不過日乾日白還未開 好 找一晚再來打擾 打擾它才行 這裏門是一個機關 給大家看 因為它還未開 然後 這間吃勤隆自然 即是米線 小小間 挺骨子 大家可以排排坐吃米線 不夠地道 不過我通常是選擇 漂亮的東西來拍的 所以就選擇這間了 可粉 沒錯 英文可粉 中文就是可粉 可粉專門一點 也是新開的 好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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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前面大馬路 正如剛才所說 這個內街 有很多新事物 算不算新舊事物 為什麼呢 又是這麼說 因為這棟建築物 已超過一百年歷史 盡量保持原有的裝修 只不過是加燈、冷氣 各方面 而這裏的店主 他父親也懂得廣東話 亦與香港生意來往 所以這間店取其名可粉 顧名思義 這裏的食物 是與可粉有關 當然與可粉無關 也有 眼前看到的 這裏就是鎮店之寶 100匹左右 可粉上有些豬肉 有些炸豬皮 各樣 蝦米 但這裏只是說 我不吃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今天有兩隻手 有機會動 即是怎樣 有攝影 不是自拍神鬼 而是自拍 而且還有另一個朋友 所以 三個人可以多吃一點 這個就等他們吃 我不吃百多 我要吃五百多 沒錯 五百多 同樣是可粉 這些可粉 其實加上不同的褲子 這個 為什麼這麼貴 當然有鮑魚 兩塊大鮑魚 還可以加一些甜的調味料 為一些辣的調味料 甚至乎自家炮製的豉油 都挺甜的 但有一種濃烈的黑糖味 但我喜歡原汁原味 什麼都不加 先拌勻 沒有人來吃 還有店主說過 一定要加檸檬汁 青檸檬汁 通常香港人吃可粉 不是這樣吃 但這裡 多或少 可能有少許潮州式的感覺 所以 拌勻 還要是乾身 不是濕的 如果你要求 可以用湯去拌勻嗎 是可以的 好了 通常來唐人街 就吃普通的裸汁 但這些可粉 你又吃過了嗎 嘩 大大豬 我覺得不加任何調味料 都已經很好吃 再加上鮑魚 這麼大隻的鮑魚 簡直是五星級的河粉 而且 河粉本身已經加了一些味道 所以不需要加任何調味料 當然 你不可以跟香港人 乾炒牛河 其他的河粉比較 但如果在泰國 譬如唐人街 難得有間餐廳 環境這麼美 可以拍照大家 又有冷氣 又可以享受一下河粉 這件事其實是難得的 你出回大馬路那些 十間 八間都沒有冷氣 然後一會兒再吃 這個 就是披薩 什麼披薩呢 就是鴨肉的披薩 所以這些披薩 其實 都是可粉製的 店主就把這個 北京甜鴨 的模式加進去 嘩 很脆 而且 也不需要加任何醬料 嗯 鴨鴨 就不是一般的 燒鴨 或者甜鴨 是一些 風乾了 好像滷水 但是 是較為 硬 和乾 好 接著 這個 這個 所謂的叉燒炒飯 叉燒炒飯 叉燒炒飯 叉燒這樣 是的 較為獨特 好像五餐肉 但是其實是叉燒 還有這個 臘腸 不一斤 嘗試一下才行 它的炒飯模式 是像我們 揚州炒飯模式 而不是泰式炒飯模式 泰式炒飯 例如一般餐廳 有些 蝦肉炒飯 蝦肉炒飯 那種的味道 跟我們傳統吃的羊汁炒飯 是有少許不同的 這個 又較為香口 還有可能加一些胡椒 也有少許刺激的感覺 也挺野味 而且 剛才那種 有臘腸 還有 也有所謂的叉燒 那臘腸 是中式的臘腸 還是廣式的臘腸 廣式的臘腸 有少許酒的味道 但這個很明顯 是沒有了一種酒味 是屬於泰式的臘腸 這裏還有樓上的部分 樓上是類似的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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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問題的 吃飽飽 然後去吃甜品 雖然裡面有甜品 但剛才說過要吃雪糕 前面就是 走前兩步就是雪糕店 於是寫一個較為富貴的雪糕 有多富貴? 百多匹左右 就是這間 看看菜單 造型賣相都蠻獨特的 還有飲品 但更加喜歡的是店舖的造型賣相 取其為幸運 真是幸運 剛剛撒上去的不是朱古力粉 這是日葵 即是聖誕節喝的日葵 下面是一個Guster 即是布甸 造型賣相大約180分左右 至於這個就是鹹蛋黃的雪糕 下面加了一些蛋糕的材料 又有蛋糕食又有雪糕食 還有最重要是可以拍照打卡 因為這裡的環境蠻有特色 因為古舊的又是百多年的舊樓 裏面沒有什麼裝修 但做到好像有些東西 於是大家可以喝東西吃雪糕 甚至乎叫一杯特色飲品都可以 這個就是泰式奶茶 再加上布甸 又不太甜 剛剛好 你真是想不到在唐人街竟然有這樣的地方 既然一場來到 不如去回那間益身體體吧 反正搬去 探望老街坊也好 就是這裡 早就已經坐了很多老朋友 右邊的店主 嗨 你好 好久不見 再加上一杯泰式黑咖啡 泰式奶茶 還有凍檸茶才行 跟著吃的就是這些麵包 一個是最好盡量的 加糖加奶 簡單單以極好 一杯一見 就是一個美麗的早上 又或者美麗的下午 你這間店開業於1927年 哇 年紀大過我